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要用XGboots这个东西 时间期它是不是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一个库 所以说首先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库给它装起来 跟咱们之前用那些SKLearn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SKLearn里边有很多算法 就是T2提升决策数也有 但是这个XGboots相当于是 在这个T2提升决策数当中 做的最好的 不能说做的最好吧 做的比较好的 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用的这个工具包 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要按这个XGboots的 大概是怎么去按 首先不是打开这个Notebook 然后应该是打开那个Promate点错了 打开这个Anaconda Promate 在这个Anaconda里 咱们的Promate现在打开出来 然后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先试试这个命令 就是有可能你就直接装上了 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在这个黑窗口 因为我这里边装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它现在执行为慢 咱们先打这样的命令 就是PIP InStar 然后XGboost 打完之后 咱们先回车一下 自动呢 它会帮你寻找一个 就是当前合适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几率的 就是可能50%的同学 一回车 然后他就去装 然后他就正常的装上来 咱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可能就是你一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它会给你报一些错 比如说说当前这个酷 然后安装的时候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错误 反正这些错误 90%的情况下 都是因为这个酷 跟你系统的环境 不太匹配造成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还有一种招 这个招就是 不光能在这个 XGboost当中去用 你按其他酷 也能用上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说是一个Windows系统 咱们估计大家 大部分都是Windows系统 如果说是Mac或者是Linux 就是我们基本上直接装 应该没有啥太大问题吧 在那个Linux下 就是我有无邦兔系统 在那里边装酷 我觉得这要比Windows容易一些 因为那里边装 基本上很少情况下 出现一个错误 出现失败 但是Windows就有些时候 配置起来一些麻的东西 就比较多了 反正这是个人的感受吧 然后这块你看它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官方的 这里边就相当于是 有很多个Python库 然后我们可以下载的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 然后咱们再按也是可以的 到这里边之后 然后咱们来看 就是说它这里边 你看这有多少库 Linux7套库 什么都有 你看MyPlot 这是咱们认识的 我们CV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库 反正很多的 我们直接Ctrl-F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要找XG Boost 你就找XG Boost这个东西 或者说你想装个别的库 你就Ctrl-F找一下其他库 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按的库 在这里 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还是都能找到的 然后点进去这个XG Boost 点进去完之后 然后它给你跳到这个界面了 这个界面咱们来看一下 它有四个候选项 咱们选择自己合适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是库的名字 然后0.6是当前版本号 CP35和CP36相当于是 你的那个不是咱玩那个 王者中央要那个CP 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 Python的3.5版本和3.6版本 然后你是哪版本 就相当都有哪个 然后Windows它有32位和64位 然后我估计大家都是64位吧 你是32就选32 是64就选64 但是我现在觉得 就是32位很多东西 用起来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出错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64位的 32位 现在来说 就是执行比较慢了已经 最好就是说 大家如果说是一个32位系统 一看赶紧找时间换一个吧 因为32位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不支持 而且运行起来还是比较慢的 然后这个XGboost 最好情况下 就是你用一个Python3的版本 你看在这个非官方的包装当中 这个非官方包装当中 它也是没有那个2.7那版本嘛 所以说最好我们是用Python3 现在2.7都已经是比较久远的件事了 我是三四年前用那个2.7 然后近两年也都转到这个Python3了 因为很多库就是在Windows下 在Linux下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然后Windows下很多都不支持这个2.7 所以说最好呢 咱们也是有这样一个Python3的版本 3.6也可以 3.6也可以 选择自己的一个 然后下一下来 你一点它就会给你提出个框 然后说让你下来到什么地方 下载完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比如下载完之后 然后你下载到什么地方 你就是在这个Anycounter ProMate的里边 然后你给它跳到什么地方 然后跳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 我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目录 你看这里我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什么 这是XG Boost 0.6-CP35 然后Windows 4.WHL 注意一下它的尾坠 它的尾坠是这个.WHL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安安的时候啊 就是先这么去弄 你看这个就是到了你的当前下载的位置 我是5月12号下的 然后你打这样的命令啊 就是PIP 然后Install 然后XG 然后这个Type键补权 直接啊打这样一个命令 打这样一个命令之后啊 然后你这样一回车 一回车之后啊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装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然后一会儿估计它会提示我 这个东西已经是存在 就不需要重复去装了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啊 就是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啊 你直接用PIP 去装的时候 可能啊 就是百分之 我觉得因为我这个 给大家带那个线下班的时候啊 也是带大家一点点去装 装的时候啊 可能也是大概50%的同学 能直接装上 还有50%的同学 就是得下载一下这个外部包啊 一般情况下这个外部包 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这个也是这么装上去的 我直接打PIP in-star也是不行的 然后反正啊 这就是咱们两种最基本策略吧 先PIP in-star先来试一下 如果说是能装上呢 最好了装不上 咱们就再用这种方法啊 把这个外部的包啊下载下来 然后呢 到这个路径下 再执行一下PIP in-star 因为你这个anycon的PIP啊 默认已经配置好环境变量了 所以说在哪用啊 这都可以的 那这样我们就是先确保第一步啊 把我们的这个XG Boost啊 这个工具现在装起来 大家erry 咱们试试 咱们试试 5 四 试 5 四